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雄大隻吊局的大師先生 今天大師先生再來介紹金絲湖吊點 第五集 今天要介紹的是金絲湖蝴蝶園 各位可以看見金絲湖蝴蝶園 前面的吊點 今天天氣有點陰陰的 金絲湖蝴蝶園 各位看到這支招牌 這個是入口 有空也可以帶小朋友進去看看 真的有蝴蝶喔 大隻小朋友有曾經過 走過來旁邊這個 紅磚道 這個吊點挺好玩 這個吊點各位 車子汽車 汽車不要停在這個紅線上面 避免受罰 汽車各位可以看到前面有停車場 這有停車場 這有停車場 停車場 這個是 好像是收費的 汽車 汽車是收費啦 機車 我不曉得 機車應該是沒有收費 汽車收費 很好聽 有的位置還不會曬太陽 那剛剛這個 蝴蝶園 的招牌在這裡 喔 汽車 千萬不要停路邊 等下被撞到會有事故 喔 或是造成什麼 人家撞到你 人家 警察絕對罰你 因為你停在紅線上面 喔 那有停車場 汽車 可以停到後面那裡 然後這個蝴蝶園的路口的附近 你往右前方看 你可以看到 這個步行道有一個樓梯 這個調點很漂亮 樓梯走下去 這間就是金師傅桌球協會 Google頂管也找到 走下去之後這樓梯很友善 這個可以看見 哇 相當舒服 可以靠這個 房間才好耶 喔 相當舒服 可以看見喔 這個你喜歡吊手竿 冰箱啊 加乾氣啊 這個場地 都很平 喔 都可以吊 啊這裡我 蓋茲先生比較建議 15尺 18尺的手竿 不要用 不要用那個 12尺啦 有一點太短 15尺 18尺都可以 冰箱貝 就可以釣了 享受大自然 享受垂吊人生 各位可以看見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大哥 也在釣 啊 這可以釣手竿啊 釣路牙啦 釣任何你想要釣的 這邊有一個阿滴啊 這個 好像也是在釣魚 不曉得 不曉得 沒有看到他那樣釣竿 旁邊這個大哥 之類的 有看到那釣竿的有沒有 各位 那這裡面的魚 有很多種啦 就是各式各樣的 那因為那個下雨天 如果水比較滿 那魚就會跑來跑去 其實魚也會跑來跑去 只是 滿水的時候比較會跑 那裡面自己本身就有魚 那這裡很平 這個是 金師傅 我個人覺得最平的一個釣場 如果你是老人家 或是 比較 腿腳不方便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這裡 那對面齁 就是三個獅子頭的屁股 各位可以看 三個獅子頭屁股 這邊如果要下去齁 就要看前幾集 大致先生有介紹 怎麼下去 這邊的另外那一邊 這個橋的另外那一邊 齁 這個橋的另外那邊啦 各位可以看 這有一個咖啡色的橋嗎 咖啡色的橋 另外那一邊 有一隻樓梯 下去之後呢 穿過這個橋 就可以到 我們眼前 這個三個獅子頭的下面 今天不是假日比較 沒有人釣 不然通常假日 這個橋下面很多人釣 是這樣子 這個釣點相當不錯 有停車場 有平 各位來釣 切記 各位看見現場 都沒有垃圾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垃圾 沒什麼垃圾 這個都是釣魚人收拾的 撿的 那這個 鵝毛鴨毛 有時候那個鴨子鵝會從 會在這裡曬太陽 各位可以看見都沒有垃圾 那所以我們下來釣魚的時候 如果有看見垃圾 發揮我們釣魚人的功德心以及水準 順便把垃圾撿走 各位可以看見 真的沒有垃圾對不對 那鳥羽花香 地上這個是草坪 也可以插雨傘 怕熱的朋友再帶個雨傘 各位可以看見 相當的很不錯的釣點 這是金獅湖釣點的第五集介紹 那前幾集還有金獅湖釣點 1234集 各位可以去Youtube看我的頻道 都有介紹 那我們有空再繼續慢慢介紹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就好了 我是高雄大支釣區的大支全人 祝各位 永遠都會釣到大雨 謝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你們 有任何問題 我的LINE 在影片的標題上都可以問我 需要買釣區的話也可以找我 我們店的營業時間是下午3點半以後 到晚上9點10分 好 星期天公秀喔 謝謝各位 謝謝 這在一間金獅湖桌球協會 謝謝各位